打开UVG打印软件 从这里导入你需要打印的图片 这个图片呢是经过PS处理过的 它的尺寸跟你需要打呢 尺寸是同样打的 先做画面这一页开始 输出尺寸就是这张图片的图片很高 这边的话我们需要扔着打 然后我现在打印的是在屋里盖板上面 所以它需要用到镜像 输入你需要调整的位置 都要停一下这个工作台面 它才会过认你的设置 边级这边有个速度 我们现在选择是单向的 它有两个选择 就是单向和双向 单向呢就是它打印的速度 但是它的效果就比较好 双向的话速度快一点 还是效果相对比单向来说会差一点 再选择看一下 彩色这边墨水通道一定要确认一下 是不是双向的双向 像打这样的图 用的是白帽才能够 就是整个套套 把你需要的粘贴在机器的工作台面上 B2345 这以此类推 刚才选的Y轴呢是1 所以对准这条线 如果Y轴是2 就对准这条线 工作台面进去的话 要点自动升降 它要调整这个 你需要打的物体表面 跟打印头之间的距离 按一下 做台面背复到原始位置的时候 不要按两次相像 因为玻璃盖板上是透明的 这个机器感应的话 是玻璃它是感应不到的 然后点击打印 这边有个白墨设定的彩色 打玻璃盖板的话 它是在背后打 但是在正面看 就会照镜子一样 所以打的时候 首先是先打彩色 然后再打一次白墨做背景 所以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这是彩色设定的 这是怎么办 好啦 这边都不合唱 我们看之前 我的目的 不想玩 说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